大家好,我是Macchip的应用工程师张海铭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公司的WiFi系列产品 Macchip的WiFi产品主要分为三类 具体选型取决于主机控制器的类型和操作系统 如果需要单芯面方案 则优先推荐WiFi SOC 它内置一颗32W的MCU 自带一兆闪存 最大256KB的RAM 除此之外 它还集成了以太网、USB、CAN等多种通信接口 单颗芯片就可以设计比较复杂的WiFi应用 如果主机控制器功能比较简单 并且不需要运行操作系统 则可以选择网络控制器 它内部一般集成了TBP协议站 WiFi Driver 通过SPA接口同8-32W的MCU配合使用 第三类方案一般是MPU加操作系统 我们优先推荐单独的链路控制器 由MPU通过SPA控制链路控制器 而MacTrib可以提供技艺操作系统的WLAN启动程序 这张图表列出了MacTrib Wi-Fi产品组合 主要分为独立SoC PIX32 Wi-Fi 网络控制器Wenker 1500和3400 以及链路控制器WiLC 1000和WiLC 3000三大类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MacTrib主推的几个重点产品 Wenker 1500和WiLC 1000是两类不同的产品 分别属于网络控制器和链路控制器 对1500或1510来说 它片上集成了TBP协议站以及TLS协议站 同外部MCU配合使用时 仅需要占用MCU很少的资源就可以实现网络链接 目前Wenker 1500和1510有多个云服务上的链接历程 支持企业级安全加密方式以及简单的漫游功能 WiLC 1000只是一款简单的链路控制器 要想实现网络链接 需要外部MCU提供加载WLAN驱动 TCIP协议站以及相关应用层协议 对控制器有较高的资源要求 所以一般是配合MPU加Linux的方式来开发 其中MacTrib可以提供WLAN的驱动 Wenker 3400模组同Wenker 1500相比的话 WiFi功能相同 但是它多了一个B2E网络控制器 3400模组支持共存单电线 可同时支持WiFi和蓝牙传输 同理 WiLC 3000模组同1000相比 也仅仅是多了一个B2E链路控制器 WiLC 3000模组本身也是支持共存的单电线 蓝牙协议站需要由主机控制器来提供 WiFi 32 SoC内部是一颗带WiFi网络控制器的PIC32芯片 除去WiFi功能 它就是一颗Mips架构的32位单片机 有1MB Flash 最大64KB RAM 并带有USB、CAN、以太网 以及iPhone C、SPA、UART等多路串口 MCU本身速力可以达到200MHz 带有DSB引擎及加密模块 WiFi 32101U1是由PIC32WiFi封装成的模组 本身带有PCB天线 射频前段FEM和天线匹配电路 另外板上还集成了40M的精震 该模块为54拼封装 保留原PIC32的基本外设 以及37个iO口 WiFi 32101PC同上一页的101U1型号相比 多了一个Tri-Stand Go基因型安全元件 Tri-Stand Go可以方便地对AWS AeroCloud等云平台进行预配置 可以最大程度上方便工程师 把产品连接到Cloud Server 实现登录和认证 该WiFi 32模块采用3.3V单电源供电 使得硬件设计更为方便 模块工作温度为-40度到85度 焊盘为紧凑型表面贴封装 共54个焊盘 1.27mm的焊盘间距 Microchip对公司的WiFi模块和固件 做了广泛的兼容性测试 自动化测试会验证超过60个 不同厂家不同芯片组的AP 在发布每一版新软件之前 都要进行严格的回滚测试 以免出现升级带来新的问题 针对WiFi兼容性和互操作性测试 Microchip收集了超过10家主流 供应商的60种AP系列产品 进行了48小时的稳健性测试 这家AP产品涵盖了49种芯片组型号 隶属于35个WiFi芯片组系列 完成这些测试意味着 Microchip的WiFi产品可以稳定可可地 连接到市面上70%以上的AP产品 Microchip的WiFi模块 以通过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规认证 例如美国的FCC 欧洲的CE ETSI 加拿大的IC 除此之外 Microchip也可以提供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印度 巴西等国家的认证证书 所有通过测试的认证报告 都可以从Microchip的官网链接下载 接下来 结合Microchip的WiFi产品 我们看几个主流云平台的应用案例 当前市面上有几个比较流行的云服务商 第一 电子商务驱动型云服务 AWS 第二 软件驱动型云服务 微软的Edge 第三 搜索引擎驱动型云服务 Google Cloud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阿里云 可以把它归属于电子商务驱动型云服务上 PIC32MZ好奇版加WiFi1500模块 配合Microchip Harmony软件实例 用户可以方便的连接上AWS 程序架构可以采用FreeAtos架构 如果设备功能简单 也可以选用Cortex M0加的SAML21平台 加WiNK1500的方式 同样可以会计的登录AWS AWS的链接需要先进行身份认证 Microchip的WiFi模组配合ECC608 可以存储证书 安全会计的实现身份识别 Google Cloud的链接可以采用SAML21加WiNK1500 或者8位MCU Microchip 408加WiNK1500平台 这两种板子都自带ECC608安全元件 可以方便的实现身份认证以及数据加密功能 CEC1702是一款带有硬件加密功能的Cortex M4产品 可以在产品上实现安全启动功能 配合WiNK1500 1702评估版也可以用来连接Microchip的Azure云服务器 ATSAM A5D27SOM评估工具包可以运行在Linux环境下 利用Linux下的WiLC1000驱动 也可以方便地接入Azure平台 AVR IoT板上是一颗8位MCU MEGA4808 配合板仔的WiNK1500 可以通过MQTT API连上阿里云 复杂一点的应用 也可以选择ATSAM154的开发板 加WiLC1000调试阿里云平台 总的来说 Microchip Wi-Fi属于低功耗模块 配合公司的安全加密芯片 可以安全快捷地连接上云服务器 另外 所有模组产品都已经通过WiFa和法规认证 可以帮客户省去无线设计所需要的认证和测试费用 本节课程就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将陆续推出MacTable云服务实力课程 请大家继续关注 谢谢